好 那我們請媒體朋友們可以盡情捕捉 哇 全方位女生 那我相信像Sandy這麼的忙碌 其實也非常的有誠 我們平常在顧生活品質 那走在時尚的尖端 大家都會用自有效率的方式 待會我們可以請Sandy來跟大家聊聊 她平常的生活是怎麼樣可以享受生活 享受人生 讓忙碌的生活也可以這麼的一致健康 閃光燈閃不停 我們也歡迎全方位女生Sandy來到我們的社會店子 拿個牌子 Sandy最近主持的結婚 發現原來Sandy很會料理耶 待會我們一定要好好來請教一下 她在料理方面的一些心得跟小黑工 右邊再一張 好 那應該 待會我們也會有電子媒體 還有平面媒體 孩子休息一下是不是 沒問題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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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右邊 還有右邊是不是 還有右邊 再給結束我們也有電子媒體聯訪 都平面媒體 拍照的部分 好 差不多了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請問在場的媒體朋友朋友 沒有什麼問題要問Sandy的 來了來了 想問一下 久違啊 就是三級警戒之後 就是在露臉 就是出席這種實體 記者會心情怎麼樣 就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在家裡面可以躲在那個直播的鏡頭後面嘛 然後這次出來又跟大家見面又覺得 好緊張喔 然後又還是要保持一點距離 又很想要靠近大家 但是覺得大家都安好 其實真的蠻開心 看到蠻多的這個收面孔 你知道最怕的就是警戒過完 疫情過完 收面孔也不見 這是最恐怖的事啊 還好大家都在 各位我們都撐住了 謝謝你們 那今天活到有提到在家 我訪通的一些事情啊 那你想請問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自己副業上面還好嗎 喔對 因為無涼咖啡從 5月15號開始 我們就已經全部都是境內用嘛 所以我們也就是 立刻就轉成了外送的服務 我覺得蠻感人的 因為我有三十幾個 小心小心 OK 三十幾個這個媒體朋友 他們就是有幫我宣傳 然後我就是 其實就是免費的宣傳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其中甚至還包含像 像魏如軒啊 清風啊 然後還有 謝家健啊 他們都非常非常努力 還有柏鴻 林柏鴻 他們都有幫我宣傳 我都覺得真的非常的感謝他們 那疫情期間當然不能內用 營收當然會有差 可是我們的外帶外送其實 表現得都還不錯這樣子 那我們也推出了線上生鮮 然後最近莫名其妙可以賣辣椒醬 然後反應也還不錯 我就覺得還好還好 大家還有記得我們無聊咖啡 其實滿感謝的 那虧損部分 今天有提過爸爸 房東的部分 對啊 我都還沒跟他計較他買車的事呢 所以我剛剛前面就有講 佩佩有問我說 他很客氣 他問我說你有沒有什麼不會 很簡單 我不會原諒我吧 就這麼簡單 爸爸不是幫你那個房租都減免 那是真的爸爸的房子對不對 是啦 是啦 對啊 所以其實我就是跟他講說 我賺的也是盡他的口袋居多 那就大家不要計較囉 對啊 阿公就是那個神秘奧客的部分 當時的狀況是 對我阿公就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有一天在工作 然後接到店裡面 店長打電話來電話說 有一位就是老先生 就是堅持不付錢 然後他就說他還要請全店的客人吃飯 我說他不付錢怎麼可能請大家 你趕快就是叫警察或什麼的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可是他說他認識你 我說我是藝人 很多人都會說他認識我 要小溪這樣 結果他就好好我處理我處理 電話掛掉我去看監視器 哇一看不得了 真的是我阿公耶 然後我就卡掉我去 我說你趕快請 趕快請他們吃飯 他真的是我阿公 真的是 好不好 以後如果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 吳吳阿公這位 這位老先生 你就牛他去 不要參與他去 就讓他 對對對 他有時候心血來潮 就會突然想要對大家很好 也曾經到店裡面發紅包啊 什麼的 阿公愛你喔 愛你喔 好謝謝謝謝 謝謝